首先的話,上禮拜上課的話 今天應該第十次,上禮拜第九次 然後上禮拜重點大概第一個 就是去爬大樂透的頁面 那個頁面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網頁 所以又跟前面不一樣 前面的話,我們是用CSV 那CSV比較單純 它其實就從文字中間加豆點 尾巴加換行 那只是說如果你是網頁的話 其實網頁相對複雜度會高上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資料 我是把它放在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我們還是用Creditable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Creditable 其實相對起來是好用的 那只是說Creditable還是有些限制 我前面講過,第一個 你如果要抓資料的話 可能就是要確定說 它這個資料 所以你按滑鼠右鍵 這個有檢查有沒有 它會跳出這邊的有一個畫面 其實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現在所在的這個標籤 是不是一個表格啦 所以你往上看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加上一個Table名稱 那特別注意啦,Creditable 它的限制就是一定只能是Table 如果它不是Table,那就不能抓 所以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要抓Yahoo!股市資料 它就有限制 因為它知道說很多時候 很多人用ECO來抓它的資料 所以它故意把它改成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啦 它就把它改成DIV OK 那早期Table除了當成是表格來用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拿來做排版 也是拿來 你那個板塊怎麼排列 大概會用Table 但是現在比較新的網頁 它就是會用DIV 所以這個標籤名稱可能改 那這個之後如果你要爬取的話 用那個就是Creditable就有限制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大概這個資料在這邊啦 那當然第一個啦 因為要爬資料 其實說真的相當複雜啦 OK 所以我們舉的這個例子 其實主要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的那個網頁 你看到 而且是一個表格 怎麼知道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這個時候就可以用Creditable 那抓其實沒什麼太多的技巧 第一個的話你先知道它的網址 所以我們第一個它的網址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這個Table是在第幾個位置 那怎麼知道是第幾個位置 我好像教一個一個技巧 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Ctrl F Ctrl F記得是在這個裡面按Ctrl F Ctrl F 然後它只要輸入一個什麼標籤 小於符號有沒有 打一個Table 那Table的話呢 它就會顯示出這個網頁裡面到底有幾個 所以它總共有七個 那如果你想知道第幾個 你可以下一個下一個有沒有 它會反白給你看 那你只要看到第幾個 這第五個嘛 所以你在那個我們的範本裡面有沒有 這個範本裡面填上Web Table 就填上5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你把第五個抓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還滿方便的 但是它其實是主要有一個限制 一定要Table 然後第二個你要知道第幾個Table 它就幫你抓下來 我覺得這個還滿好用的啦 那你說老師那其他還有別的物件可以抓 當然有 除了Credit Table之外 後面其實為什麼比較沒有先講後面 因為後面的物件就比較麻煩 而且它抓的沒有像這個這麼簡單 這個幫你抓下來 你如果用像那個XML HTTP那個物件 哇它真的麻煩 它就是幫你抓那個網頁下來 你變成你要自己去切割 那要切割其實就相當複雜而且麻煩 所以我們先從比較常用簡單的先講起好了 那另外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網址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 你會發現它上面這個網址 其實已經告訴你參數了 所以以後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你要抓的網頁 它有沒有一個問號 如果有問號的話 通常後面會加它的參數 然後像這個的話也是兩個 為什麼因為中間也有個End 所以End的話是第一個參數跟第二個參數 那有沒有可能第三個 有可能End 然後第三個參數傳什麼 那也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傳一些參數給前面這一支程式 所以這一支程式的名稱就這一個 叫什麼 什麼圖 什麼Big 等等 點ASP 反正這個是在 前面這個就是它的server的位置 它的網址 就是轉換之後的一個DNS 就是這個名稱 在這個server裡面有這支程式 然後我如果要跟它互動的話 那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跟它傳參數 它就會知道 而且你除了可以直接在底下用點的 比如說我要點第二頁的話 直接點這邊有沒有 它上面會跟著變成第二頁之外 那你說老師那我不要用點的 我自己改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你除了3不就第三頁出來了 你除了4就第4頁出來了 那你說老師那這樣子 感覺好像不太安全耶 這樣的話變成說 大家都只要知道它的規則的話 那不就是自己可以把資料給取回來了 其實沒錯 所以如果上面假設說它的參數 是用這樣的形式出現的話 那表示說它其實這個server 它不太會希望你怎麼講 去抓它的資料 它有點像open的狀態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有一些網頁好像不是這樣耶 我跟它互動的時候 它上面為什麼沒有傳一些參數 在上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不想讓你知道 所以喔 今天要講的另外一個案例 就剛好跟現在講的那個不一樣 上次那個喔 上面是可以猜得出它的參數對不對 可是今天要講的這個喔 就另外一種狀態 它不讓你知道它的參數 但是問題來了 可是我想要像之前這樣 我可以傳參數去變化它裡面的結果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喔 那個叫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反正你也只 還是可以知道啦 只是說它就是有點像是多一個門檻給你 反正還是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舉另外一個案例喔 這個案例其實跟之前的範例有點關係 就是齊交所的外匯 因為之前我們有做一個外匯有沒有 好像我們在前面的第哪個單元 這個單元吧 CSV這裡 好像有抓那個就是外匯資料練習啦 但那個練習它抓到是開放 它有固定的那個有沒有像這個範例 它這個是給固定的時間 它沒有辦法去調整 反正它給什麼 給多少資料你就多少資料 所以但是如果說今天想要設定一個區間 我想要自己下條件的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找到雲端百板的這個 03的這個 齊交所外匯率歷史這裡 那跟各位講喔 它這種傳參數的方法 其實它有個專有名詞啦 叫做Poser Poser OK 那這個Poser的傳參數方式 跟之前的這個 之前的這種方式叫Get 其實我這邊沒寫 叫GET 這好難寫 GET GET的話顧名是可以直接抓 那Poser的話有點像是 我把它藏在一封信件裡面 然後讓你看不到 所以除非說怎麼樣 你要把它打開才會看到裡面的東西 一般舉例就有點像喔 之前那個方式有點像明信片 反正你任何人郵差上面都知道裡面寫什麼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Poser 就是你把它放在信封裡面 除非你打得開不然的話 你是看不到裡面的參數 所以請各位可以看到03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打開喔 上面有一個連結你把它點開來 那這個會連到那個齊交所的網站 那你可以看到喔 它這邊的話就有日期 那當然兩個參數啦 一個參數是哪一天開始哪一天結束有沒有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從1月份好了 因為它這個預示好像是4月1號到5月10號 是不是今天喔 就今天喔 就這個區間 那如果我希望多一點的話 其實是可以修改的 修改方式可以點旁邊這邊改 或者你直接在這個地方修改 比如我改成1月喔 1月1號到5月10號 這個區間的匯率資料直接傳回來給我 那理論上各位可以看到喔 當然我們按下送出的時候 它就會幫我把這個區間給我 那如果像之前的那個 它應該會在上面顯示 有沒有 它的哪一天開始哪一天結束 兩個參數嘛 放這邊 應該有個問號才對 可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按下送出喔 它結果有沒有變動 因為前1月1號跟1月2號 應該是禮拜六、禮拜天嘛 所以沒有資料 所以它會給我的1月3號開始 一直到5月10號 應該是沒錯 5月10號有沒有 就給我了這個資料 但是喔 你會發現喔 奇怪了 它為什麼這邊沒有變動 也沒有傳任何參數給它 但是它卻可以把資料丟回來給我 那就跟之前的那個大樂透不太一樣喔 所以這種方式就pause了 但問題來了 你說老師那我以後可不可以喔 就是利用它這個網頁裡面給的程式喔 我一樣能夠像大樂透傳參數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只是比較麻煩 要怎麼做喔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還是需要仰賴一個東西啦 按右鍵檢查有沒有 這個檢查裡面喔 其實背後呢 它有一些東西是透過這個 這個應該要開發模式裡面去把它找出來 那你會發現上面有一些功能 其實它有些東西都會躲在這個裡面的功能 那我待會跟各位講 從哪邊喔 可以把它的參數抓出來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是雲丹白板這個 零三的部分喔 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零三的那個奇交錯 今天的話 就是來講一下有關喔 那個傳參數它不讓你知道的狀況 那要怎麼做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喔 是看得到啦 你們將來使用那個網頁的時候 就是你在上網的時候 可能將來要注意一下 上面為什麼它會變動 像那個MOMO或PC Home 其實應該都可以看得到 因為像那種 應該那個就比較 比如說你逛資料 那個好像沒什麼隱私 它就不會保護 可是有一些地方就一定要保護 像帳號密碼喔 你傳過去絕對不能顯示在上面 如果顯示在上面那個完蛋了 有沒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啦 如果傳參數不讓你看到 那個方式叫Post 可以看到叫Gate OK 所以這個可以區隔開喔 那只是說呢 Gate可以看到 可是Post看不到怎麼辦 想辦法 還是可以把它抓到 所以如果我希望喔 把那個 剛剛那個網頁喔 我可以假設我今天 我不要透過它的網頁去抓 我是想說直接我透過Excel 寫個程式 直接就可以把資料抓回來 那怎麼做喔